为了改善玉璃镇长梁农场灌溉排水设施 农水署花莲管理处从去年进行长梁灌溉设施改善工程 不过由于郡桥道路铺不平宛如龙丘的高度 影响住户人车禁熟的安全 农水署花管处玉璃站会看后表示 整个工程接近尾声也要求施工厂商尽速铺平 维护通行安全 从去年年底动工改善的长梁灌溉水浚工程 当时住家前方也一并敲除改善的浚桥通道 现在重新铺设完成后 犯道成了住户的噩梦 原本是顺势而下的浚桥水泥通道 居然铺成宛如一个隆起的小丘 严重影响任车进出的安全 住户感到不便 也认为政府建设地方的美意也因此大打折扣 整体进入改善的它只是其中一部分 因为老旧会漏水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更新改善的工程在这边 其实还有二级会往下面做过去 都有在做 农水署花莲管理处获之后 调派玉里站人员先到场了解 处长张其伟说明指出 目前整个工程尚未完工验收 也因此立即要求玉里站以及施工厂商尽速处理 会啊会啊 那个都会把它处理 所以说我说现在它在收尾 还没有完全结束 但是主体工程大概都好了 农水署花莲管理处有建于长梁农场灌台设施 年久实修老旧破损严重 浪费水资源也影响农水灌溉的效率 因此以分其分段的方式来逐步进行改善 来因应强化长梁农场地区 因逐渐扩大的喷灌区域而所需的灌溉设施服务 记者11月蓝玉里站采访报道